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欣原著 光合金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489集 就是他 在这幢欧式别墅的三层 仿田园风格装饰的室内 一个脸像绝朔 身材微微发福的中年男子问他 那遗址气势的风度 肯定是这里的主人 无限接入视频信号 那位刚刚从地下室上来的男子 持着平板签弓道 对 就是他 那天小文挨了一刀 失血过多 要不是他带着小文回来 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 我担心是个二五仔 就先把他扣下了 说的是那天被劫的事 这事让蓝湛一大为光火 不过一听二五仔 似乎触动了他的那根神经 翻着眼看了手下一眼道 结果呢 我多疑了 我同老连查了下他的身份 就一个小混混仔 有过偷东西的案底 家在西山省 在天堡车行隔壁不远洗车 那天正好撞上了 蓝爷皱了皱眉头 似乎在揣夺 这是真的巧合还是人为 他突然蹦了一句 你别查正常案底 和那几家有瓜哥没有 定咱们生意的 可不是一家两家了 绝对没有 您看 那人持着小平板 给蓝爷看着接住的视频 能看到那个穿着大裤衩 四仰八叉睡着的男子 他生怕蓝爷怀疑似的说 要是那几家的人啊 就不会这么安生 这家伙从近来开始 除了吃就是睡 根本没当回事 纯成这样 装不出来的 哼 上午骗我 下午余才 这种人都这样 那这人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怎么处理 你看着办吧 这点小事还用我教你 好 蓝湛一起身了 准备到隔壁房间 看看受伤的小温 手下躬身开门 跟在他背后 当蓝爷眼中出现 那无限柔情时 谁也没有发现 他身后那个人的瞳孔里 掠过的一丝狠力 那位浴血冲出砍刀重围 此时趴在床上的女人 叫温兰 正是这桩别墅主人的干女儿 此时的温兰 罗山清洁 相间半路 让人响入飞飞 轻扣了一下门 蓝湛一进去 里面的护士起身问好 这是专程请来的专业护理 蓝湛一眼光示意 今天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了 没有伤到骨头 就是失血过多 不过伤口有些感染 可能会流一到疤 蓝湛一身后那个人 痴痴地盯着床上的温兰 直到蓝湛一开口 让他们回避一下 那个人才稍有留恋地离开了 轻轻掩上了门 生气了 我知道你没睡着 蓝湛一笑着坐到温兰的身边 伸着手 扶过他一头绣发 拿开 人家疼着呢 温兰真没睡 一摆手 撞似生气一般 把蓝湛一的手打开了 蓝湛一呵呵笑着 放低了声音道 我很喜欢你喊 疼这个字 讨厌 温兰撞似羞难 转而撒娇似地说 这对干爹和干女儿 倒像献煞人的一对老夫少妻 温严轻语片刻 蓝湛一感慨了 这次 可多亏了小温尼啊 钱倒是小事 要是投注单子 落到外人手里 那可等于受人画饼了 谁干的 查出来了没有 还能有谁 还能有谁 崩崖老啊 这个王八蛋 找咱们不自在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蓝湛一道 看来这是一个让他相当伤脑筋的竞争同行 愁得他直扎嘴叹气 长发眼映下 温兰看着蓝湛一如此发愁 轻笑着道 干爹 你也是个纵横两道的人物吗 还怕他 不是一条线上 咱们办事是早前 人家办事是拼命 没法竞争啊 你还别不信 这次他组织了一帮四川人 劫火砍人 就是因为上次我拒绝他入骨 这边砍完 那边就给我打电话 问我考虑好了没有 怎么的 蓝爷气着了 偏偏这些草莽猛汉 是那些惯于玩弄黑金和权力之人的克星 轻不得重不得 他们就任一个死脸 大不了一刀两命 老子陪你 这种人也着实让蓝湛一头疼 他们甚至连警察也不怕 大不了舍几个兄弟进去 剩下的继续跟你干到底 温蓝埋着头又轻声笑了 蓝湛一正烦着呢 出声问 你笑什么 伤成这样 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这个王八蛋不好对付啊 出这么大的事 他跟没事人一样 该喝茶该打牌一点不落下 就等着我回话呢 那还没人管他们了 要不 我出面跟你说何去 温蓝道 似乎是委屈 不过这种委屈对于男人是一种挑衅 那野性的眼光看着蓝湛一 很容易激起他的征服欲望 这次我要跟他做个了结 你等着 接下来我处理 蓝湛一道 说这话的时候 却是微笑着 万般柔情似的 抚过温蓝白皙的脸庞 温蓝握着他的手 相视间柔情无限 他起身 掀开了薄被 看了一眼伤口 又轻轻地盖好 嘱咐了几句安心养伤的话 亲一片刻 这才出了房间 当他出门时 展现给外人的 又是一副 志得意满的 商界名人的气质 在手下这位 叫刘玉明的陪同下 下了楼 上了车 因为遭劫的事 他没少伤脑筋 这个崩牙佬 敢拿他的女人开刀 说不准哪一天 也会有人冲出来 拿刀砍向他 车驶离了别墅 刘玉明直看着 车走得不见影了 这才急匆匆地 奔回楼上 摆头示意着护士离开 他轻轻坐下来 掀着薄被 又心疼地看了一眼 嗖的一声 被子被抢走了 温蓝盖在自己的身上 不耐烦得到 有什么看的 都看几遍了 受这么重的伤 回来时都没知觉了 刘玉明坐下来道 看他惋惜的样子 是真心疼 还好 有你这位好医生在 温蓝笑笑 要坐起来 因为伤在后背的缘故 不能靠着 只能趴着 也算是一种折磨了 小心翼翼地 帮他穿好鞋子 那染着红甲的美妙仙族 让刘玉明观摩了两久 才依依不舍地起身 此时的温蓝素颜无装 披着短衫 慢慢夺步到了窗前 他长吁了一口气 这一次的劫后余生 却是让他平生了几分感慨 看着这别墅 看着这青山绿水 总觉得似乎多了一份亲切和幸福的感觉 磨的 两条手臂从背后缓过来了 揽上了他的腰 他笑了笑 轻斥着 你这是在作死啊 不怕我干爹灭了你 我在他眼里 恐怕也是个女人 刘玉明道 似乎并不忌讳自己女性化清香的气质 不过话锋一转 又无限柔情道 他只认识钱 什么时候又真正在乎过你了 我知道 在乎我的 只有你 两个人就这样轻轻地拦着 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 以你在午后的阳光沐浴中 他似乎很享受地 闻闻那乌发中带着的香味 以一种业余的口吻又一次说着 兰兰 我们应该早点脱离这里了 找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再也不回来 我从住进这里开始 就想着有一天离开 相信我 日子不会很长了 对了 天宝你联系上了没有 那家伙吓坏了 又不敢直接来找兰爷 一直打电话要见你呢 和他没什么关系 是兰战一积怨太重 这些生意 谁想独吃都会成为公敌 玉明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马上开赛了 我连门都出不了 还有公司的账务要梳理一下 东阳中旗一起受伤 连个得力的人手都没有了 暂且停一停吧 公安正在追查王土 连兰爷爷疲于应付了 这风头上 咱们可别给他当了马前足 刘玉明道 眼睛不离温蓝白皙的搏梗 温蓝似乎也很享受这种暧昧的温柔 他修长的玉璧向后伸着 还着刘玉明的头 轻轻地靠在自己的肩上 摩缩着 亲腻着 以一种让人鼓酥的声音回答道 好 我听你的 目光相拙间 媚自衍生 情犹新奇 也许这才像郎才女貌的一对 两人相拥温存了很久 久到站累了 刘玉明才轻轻地掺着她 让她趴在床上 轻轻地附上被子 走的时候 刘玉明终于想起还有一件扫尾的事 她问道 对了 莱兰 那天送你回来的 究竟是个什么人 我也不认识 好像是喜车行的工人 有点愣 不过多亏了他 对了 他人呢 我怕是个二五仔 就把他留下了 留下了 对 留下了 两人心照不宣 看来都知道是什么办法 刘玉明问道 惯了这家伙三天了 你看怎么处理他 本来我怕他有问题 还专门查了查 结果就是个小混 因为盗窃 都过两次劳教 那你看呢 使人善任 谁还能比得上你啊 温兰侧头笑了笑 给了一句嘉许 他似乎看到 刘玉明有点动心了 特别是两个自己人 都被砍成重伤住院的时候 本来我想用他 可一看这家伙当过贼 心里又犯疑了 咱们可是天天和钱打交道 大一用上一个 手脚不干净的人 那可是隐狼入室 再说现在不太平啊 又是警察 又是同行 一朝不慎 满盘结束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听下集